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习近平出席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并致辞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欧盟委员会主席举行中法欧三方会晤 习近平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党员干部中引发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 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团结奋斗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以色列国防军空袭加沙等地 巴勒斯坦多个武装组织称将全力抵抗 多个周边国家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对乙军行动表示谴责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月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共同出席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并致辞 习近平指出世界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面对困难和挑战中法两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持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 极大增强了双边经贸合作的韧性和活力 双边贸易额和相互直接投资稳步增长 大项目合作深入推进 绿色消费绿色能源科技创新等新兴领域合作 不断拓展 中法经贸合作不仅助推两国经济发展 增进民生福祉 而且为世界经济复苏增强了信心 稳定了预期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活力充分释放 中法中欧各领域对话合作全面激活 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加强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 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 深化双边互利合作 中国将加快开拓国内市场 同时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稳步扩大规则 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愿同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新机遇 中方支持法国企业 有效利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 重大对外开放平台 在中国市场展现更大作为 深化绿色 数字 创新等领域互利合作 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 维护中欧共同利益 中欧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两大力量 有着广泛战略共识 共同利益 以及深厚合作基础 中欧合作直接关乎亚欧大陆繁荣 和全球格局稳定 中方将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发展中欧关系 支持欧洲一体化建设 支持欧盟团结繁荣 期待欧方秉持客观正确的对华认知 坚持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 零和博弈没有赢家 搞脱钩锻炼 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 中方愿同欧方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反对把经贸 科技交流 政治化 武器化 共同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 安全稳定 为合作创造有利环境 我们要坚持团结协作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当前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 加强团结协作是唯一出路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就是希望让团结代替分裂 合作代替对抗 包容代替排他 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今年中国将主办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方期待同包括法方在内的各方一道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深化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双边 和第三方市场合作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习近平强调 2014年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 我将中法建交精神 概括为独立自主 相互理解 高瞻远瞩 互利共赢 这一精神 引领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国 与西方大国关系前列 明年 我们将迎来中法建交60周年 面对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 面对后疫情时代的风险 挑战 我们更应坚持和发扬中法建交精神 推动中法关系乘风破浪 行稳致远 希望中法工商界朋友们携手并进 共同书写中法经贸合作新篇章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马克龙表示 刚刚我和习近平主席 共同建政双方签署一系列重要协议 展现了法中在深化互利合作方面的 共同雄心 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责任 合作不是单行道 应该是互利共赢的 经得起考验的友谊 才是真正的友谊 法方反对脱钩锻炼 希望打造更加稳健开放的供应链 法方愿同中方 相互尊重真诚对话 包容差异 鼓励开放创新 携手深化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 持续取得重要进展 当晚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马克龙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 秦刚等参加上述活动 4月6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举行中法欧三方会晤 习近平指出 中欧双方有着广泛共同利益 合作大于竞争 共识多于分歧 当前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中欧双方应该坚持相互尊重 增进政治互信 加强对话合作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今年是中国同欧盟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周年 中方愿同欧方一道 把握好中欧关系发展 大方向和主基调 全面重启各层级交往 激活各领域互利合作 为中欧关系发展 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注入新动力 习近平强调 要增强中欧关系的稳定性 中欧关系不针对 不依附 不受制于第三方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中欧关系 对欧政策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 希望欧方形成更为独立客观的对华认知 奉行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 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通过对华协商聚同化意 要相互尊重彼此发展道路 中国是现代化和欧洲一体化 是双方各自着眼未来做出的战略选择 双方要做彼此发展道路上 可信可靠的合作伙伴 中国人民为自己找到的 符合本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 感到自豪 双方应该求同存异 相互包容 相互欣赏 相互借鉴 相互促进 渲染所谓民主对抗威权 挑动新冷战 只会给世界带来分裂和对抗 要维护开放互信的合作环境 中欧要保持双向开放 为对方企业提供公平 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 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安全化 双方要构建稳定互信的供应链 对接一带一路倡议 同欧盟全球门户战略 助力双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习近平强调 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愿同欧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中的协调合作 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欧要共同维护世界稳定和繁荣 反对霸权主义 单边主义 反对脱钩锻炼 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 沟通协调 深化绿色伙伴关系 加强绿色金融 环境技术 清洁能源等领域对话和合作 双方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推动多边机构和金融资本 更多参与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 探讨在非洲等地开展三方多方合作 冯德莱恩表示 欧方尊重中国历史和文化 欧中进行坦诚和建设性的对话 保持欧中关系持续发展 对欧洲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欧中互为重要贸易伙伴 彼此经济高度关联 同中国脱钩不符合欧方利益 不是欧盟的战略选择 欧盟独立自主地决定对华政策 欧方愿同中方重启欧中经贸高层对话 推进欧中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发展 实现互利共赢 欧方祝贺中方成功举办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 缔约方大会 赞赏中方为减少碳排放所做努力 希望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 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 发挥应有作用 马克龙表示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 需要欧中双方以相互尊重 和坦诚谦逊的态度 加强对话交流 双方因共同努力不调入脱钩锻炼的陷阱 开展平等互利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紧迫全球性挑战 不断深化欧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三位领导人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冯德莱恩和马克龙介绍了欧方看法 表示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欧方赞赏中方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所作努力 期待中方发挥更加重要作用 愿同中方合作找到劝和促谈的办法 习近平强调 中国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 独立自主决定立场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方针 归结为一句话 就是劝和促谈 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和理智 共同为和谈创造条件 当务之急是推动停火止战 反对火上浇油 让问题复杂化 乌克兰危机不是中欧之间的问题 中方将继续为劝和促谈 发挥积极作用 支持欧方从自身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 提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思路和方案 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 王毅 秦刚等参加会晤 4月6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习近平指出 中方始终将欧盟视为国际格局中一支战略性力量 一直把发展中欧关系视为中国外交优先方向 愿同欧方延续良好传统 保持密切沟通 增进战略互信 聚焦互利共赢合作 共同克服干扰和挑战 实现中欧关系高水平运行 习近平强调 中欧双方要加强沟通 建立正确的相互认知 避免误解误判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 历来反对穷兵独武 势强凌弱 国强必罢 中国的发展 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同时 中方坚决维护自身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绝不答应任何势力 剥夺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权利 中欧要聚焦合作 互利共赢 支持经济全球化 贸易自由化 就经贸合作中的问题 深入对话沟通 通过协商 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安排 中方是欧洲解决能源 通货膨胀等挑战 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伙伴 欢迎欧方继续分享中国发展红利 习近平强调 中欧关系的良好发展 离不开独立自主 相互尊重互利合作 中方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 尊重各国人民 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中国同任何国家发展双边关系 都不针对 不依附 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中欧双方 要正式差异 管控分歧 相互尊重 希望欧盟委员会 着眼欧盟根本和长远利益 从中欧关系大局出发 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冯德莱恩表示 中国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 欧中文明交流互建 对双方和世界具有积极影响 欧中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和政治解决地区争端问题上 拥有很多共识 双方应该共同努力 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欧方完全不赞同搞脱钩锻炼 希望同中方加强交往对话 尽早重启三个对话机制 开展更多互利合作 关于台湾问题 习近平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谁要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文章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谁要是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 妥协退让 那是痴心妄想 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冯德莱恩重申 欧盟无意改变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 王毅 秦刚等参加会晤 习近平总收集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在全国各地引发强烈反响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要认真学习领会 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 坚持不懈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宁心注魂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令人鼓舞 催人奋进 我们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 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为奋进新征程宁心俱力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阿拉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在全党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正当其实意义重大 必将使广大党员干部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 西藏强村面貌 焕然一新 我们取随历史性地告别了绝对贫困 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由习近平总书记 作为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 掌舵领航 在于由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授罪思想 科学指引 主题教育要牢牢把握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 建新功的总要求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 努力把渠次线建设成为 乡村振兴示范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我们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在上海浦东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正在加快建设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以光电子信息产业 生物医药等为核心的一批主导产业 正在加速发展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胸怀国之大者 攻坚克难 勇攀科技高峰 为我们国家的科技自力自强 来贡献出光谷的创新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 我们将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 以学助魂 以学增智 以学正风 以学促干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全力做墙创新引擎 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引领区再立新功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我们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粮食产量连续站稳1.3万亿斤台阶 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大步迈进 在河南 中原沃野满眼青绿 8500万亩小麦开始运碎抽碎 田间管理进入关键期 在黑龙江 黑土地被春耕全面展开 当前 黑龙江正加快实施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 进一步助劳国家粮食安全压仓石 我们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转化为坚定理想 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继续努力为国家多种粮 种好粮 重点在现代化大农业 黑土地保护 种业振兴上发力 当好粮食安全压仓石 当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沿着习近平纵书记 此因的方向深入十四藏量余地 藏量余计战略 量食生产连年丰手 开展折刺猪蹄教育 要坚持血死勇贯通 知信性同一 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自营下 航式量食安全根基 端温端落中国饭丸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我们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 在长江江苏段 一幅水清暗绿的生态画卷 沿江铺展 今年 江苏江持续推动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全面完成长江入河排屋口整治工作 在福建 一系列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高质量推进 今年 福建力争建立覆盖全省 主要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 努力在集体林权制度创新领域 实现新突破 十年来 作为生态建设的参与者 我们见证了福建的生态环境全面优化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大变化 这些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生动实践和印证 我们将牢牢把握这次主题教育 总要求 学生悟透 以生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 使生态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汇集百姓 今天我们的长江一江清水东流 在于有总书记 引领我们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是新时代新征程 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根本要求 我们将以强化理论学习 指导发展实践 更大力度 推动长江污染防治攻坚 和生态保护修复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全党开展主题教育 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坚持不懈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宁心注魂 为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 而团结奋斗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指导各项耕作 扑下身子 成道一信 真正把调查研究成果 转化为革命老区 高资料发展的实际成效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运用党的创新理论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真正做到 听民意 解民由 暖民心 我们要自觉践行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用以观察时代 把握时代 引领时代 紧紧为牢 高资料发展 这个首要任务 破难题 强创新 提这效 加快构建 以数据经济为核心的 现代化经济体系 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 发表评论员文章 题目是 紧紧锚定开展主题教育的目标任务 论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重要讲话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 坚持理论学习 调查研究 推动发展 检视整改 一体推进 国务院总理李强 4月7号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推动外贸 稳规模优结构的政策措施 审议通过 无人驾驶航空器 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草案 决定延续实施 国家助学贷款免息 及本金延期偿还政策 会议指出 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对稳增长稳就业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要针对不同领域实际问题 不断充实调整和完善 有关政策 实施好稳外贸政策组合权 帮助企业稳定单拓市场 要想方设法稳住 对发达经济体出口 引导企业深入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 和东盟等区域市场 要发挥好外贸大省 稳外贸主力军作用 鼓励各地阴地制宜 出台配套支持政策 增强政策协同效应 会议审议了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 暂行条例草案 会议强调 要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统筹发展和安全 以实施条例为契机 规范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 以及有关活动 积极促进相关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有力维护航空安全 公共安全 国家安全 坚持安全为本 着眼生产销售 组装改装 登记识别 人员资质 运行监控等全链条 加快完善监管体制机制 健全监管服务平台 提升监管服务能力 确保飞行活动安全有序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大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加快构建自主可控 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促进技术融合创新 丰富应用场景 完善产业生态 更好推动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减轻家庭经济困难 高校毕业生负担 会议决定 继续免除今年及以前年度毕业的贷款学生 今年内应偿还的国家助学贷款利息 本金部分可再申请延期一年偿还 延期贷款不计罚息和复利 会议强调 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已进入关键阶段 要不断优化完善相关稳就业政策 加大对吸纳高校毕业生数量多的企业的政策 资金支持 深入实施三支一福等计划 推动应届毕业生多渠道就业 会议强调 当前经济恢复正处于关键期 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 扎实做好经济运行监测 形式分析和对策研究 适时出台务实管用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 巩固拓展向好势头 推动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上午军地领导来到北京市海淀区 信息路西侧植树点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军地领导和部队官兵一起挥敲蝉土 陪土违宴 提水浇灌 经过紧张劳动 共栽种白皮松 油松 海棠等树苗1500余株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 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839亿美元 较2月末上升507亿美元 升幅为1.62%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 今年一季度 三峡水库持续发挥补水效益 在蓄水量较往年大幅减少的情况下 持续为下游补水20.65亿立方米 平均出库流量6740立方米每秒 有利保障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用水需求 公安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从6月1号起 推出公安交管服务群众服务发展 10项便利措施 具体包括扩大私家车新车上牌 免查验试点 实行二手小客车转让登记 一正通办 优化城市公交专用道管理 推广轻微交通事故 线上视频快速处理等 今天是世界卫生日 各地组织优质医疗资源 到基层开展疫诊 健康宣教 代教查房等活动 带动更多的医务人员走到基层 我国将临选设置新一批 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让广大群众能够就近获得 更加公平可及 系统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 今天12点 双区线一号固体商业运载火箭 在我国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升空 火箭按照预定程序完成飞行 此次飞行试验主要目的是 验证火箭总体方案的正确性 积累火箭飞行数据 近日 中国航空业与空中客车公司 签署160架民用飞机批量采购协议 包括150架A320系列飞机 和10架A350-900宽体飞机 同时 空中客车公司将在天津 建设第二条生产线 拓展A320系列飞机的总装能力 今天 由航空工业全新研制的 先进多用途直升机AC332 在天津首飞成功 该直升机按照最新试航要求研制 最大起飞重量3850公斤 最大航程693公里 可搭载10名乘客 具备高原飞行性能 可应用于高原作业 医疗救护 搜索救援等多领域 今晚9点30分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 将播出对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的专访 安瓦尔赞赏全球文明倡议 称赞中国乐于分享脱贫经验 期待与中国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 他同时还反对将科技问题政治化 呼吁沟通合作和多边主义 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 央视频 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三届中国汽车风云盛典颁奖典礼 今晚在央视财经频道 央广经济之声 央视财经新媒体同步播出 调查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瑞典检察官 马茨·勇奎斯特6号称 北溪事件中使用的爆炸物并不常见 从这一点就可以排除不少嫌疑人 制造爆炸的最有可能是一个由国家发起的团伙 勇奎斯特说 这是一起针对国际水域基础设施的严重破坏 调查相当复杂 去年9月北溪管道遭破坏数天后 丹麦 瑞典和德国分别开始独立调查 俄罗斯多次呼吁共同调查 遭相关国家拒绝 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5号发表文章 他再次驳斥美德媒体有关北溪事件的报道 指出 由一个小组乘游艇制造爆炸的说法十分荒谬 赫什在文中说 如果按照报道中提到的 一艘游艇带了两名潜水员 每人每次潜水约15分钟 即便搜索一平方英里的海域 也需要四年的时间 他们是如何准确找到北溪管道的位置的呢 他表示 这显然是美国中情局制造的谎言 这是他们的惯用伎俩 欧洲人士指出 应该以赫什的文章为线索 对北溪事件展开国际调查 西摩赫什公布的信息看起来可信度很高 如果他的文章内容属实 那么破坏北溪管道的行为就是恐怖袭击 事件性质非常严重 安理会没有通过对北溪事件进行国际调查的决议草案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 查明事情真相非常重要 只有通过国际调查才能做到 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 俄军在库皮杨斯克 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发动攻势 打击乌军人员以及装甲车等军事装备 并击落多架无人机 乌克兰军方称 乌军在巴赫木特等方向击退俄军多轮进攻 并对俄军人员集中区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以色列国防军7号称 乌军战机对位于黎巴嫩南部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的设施目标实施了空袭 乌军方称 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哈马斯 6号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了30多枚火箭弹 哈马斯方面对此没有确认 哈马斯 杰哈德等多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7号发表声明称 将全力抵抗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 并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侵犯 5号以色列警方进入耶路撒冷老城的 阿克萨清真寺搜查 与巴勒斯坦民众发生两起冲突 造成21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多个周边国家及阿拉伯国家联盟 对以军行动表示谴责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国家最高国务委员会会议 6号在莫斯科召开 俄罗斯总统普京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出席会议 讨论两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一体化议程 双方批准了若干旨在深化一体化进程的决定 俄白两国于1999年签署建立俄白联盟国家条约 2021年普京与卢卡申科签署落实联盟国家一体化法令 批准涉及两国28个行业的一体化计划 受美联储激进加息等多重因素影响 当前美国资本市场避险情绪日益浓厚 导致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低 据美联储机构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三个月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当天已超过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161个基点 倒挂幅度创1982年以来的新高 长短期国债收益率倒挂 通常被视为经济可能步入衰退的预警信号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